自從上到太空 我的頭邊都好脹 好暈 好想吐喔 你乖乖坐好 不要再亂飄了 還有多久才到火星啊 我們現在開很快 應該不久後就會到囉 那就好 大概在六個月而已 什麼 太久了吧 在這個小小急急的太空船上面半年 我 我 我受不了 為什麼一向太空是這麼不舒服啊 我是不是對太空過敏 上了太空之後 由於沒有重力往下拉的作用 體內的液體會衝向頭部 除了雙腳會變細 也會造成頭部腫脹 擠壓到眼球使得視力變差 以及嚴重鼻塞 讓嗅覺和味覺變得遲鈍等 這些都是太空人 剛到無重力的環境時 會明顯感受到的生理問題 所以我都直接脫水 就沒有這個困擾啦 天啊 那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太空人 他們其實都很痛苦囉 這倒不至於 在幾天之內身體會漸漸適應 並重新分配液體的分布 太空人也就不會那麼不舒服了 不過太空人還有其他的問題要面對 在無重力的環境下 人們不再需要靠骨骼和肌肉的支撐 才能站立 長久下來 肌肉量和身體的鈣質都會快速的流失 研究顯示 老年人的骨質密度一年會下降約1% 然而太空人卻只要花一個月 就會流失相同的百分比 除此之外 在太空少了大氣層與地球磁場的保護 人們會直接暴露在高能量的輻射之中 增加基因突變與癌症的風險 水雄菌都不穿太空裝 不怕輻射線嗎 嘿嘿 水雄蟲的身體本來就可以抵抗輻射線喔 如果我有跟水雄菌一樣的身體 就什麼都不用怕了 不一定喔 心理狀態才是 長途太空航行時的終極考驗 在狹窄的太空艙上 帶上數個月甚至數年 加上基組員之間的摩擦 與外界脫節的孤獨感 在這樣高壓力的環境裡 容易引起人們的焦躁 憂鬱與失眠 嚴重的話還會失去理智 這也是為什麼各國 在選太空人的時候 比起體力 他們更重視心理素質 和團隊合作的能力呢 太空這麼可怕 當初是誰說要上船的啦 走吧 我要帶你去太空旅行 太空旅行 好酷喔 沒錯 我就是你要找的北極熊喔 不用擔心 現在科學家們擬定了許多方式 想辦法解決在太空中的生理 及心理問題 像是在太空站設計 零重力專用的健身器材 讓人能維持身體健康與肌肉強度 研究新型材質 提升太空載具 對輻射的防護能力 針對團體長時間 待在太空艙內的心理變化 設計一系列的實驗等等 如果哪天人類 要移植到其他星球了 這些研究更能讓我們 適應漫長的太空旅程呢 我們是不是也該運動一下啦 不然到時候回到地球 可能連站都站不起來啊 好累喔 我們明天再說吧 你各位還有理由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開始 呃 欸 水中軍你要做欸 欸 水中軍 你不可以逃避啊 水中軍